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买回来一斤新鲜的大虾 来做好吃的 首先先要去掉虾线 拿个牙签 在大虾背部的第二个关节处挑出虾线 剪掉虾脚和胡须 前部处理好后清洗干净 放在一旁 沥干水分,备用 在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姜切片 放入碗中,备用 葱切片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番茄酱两勺,备用 白糖两勺,备用 凉锅倒油 油量要比平时多一些 因为要把虾煎熟 以免粘锅 放入白糖小火不停地搅拌 直到白糖变成焦糖色 就放入大虾煎炒 改成大火 煎炒上色后就可以翻面了 两面均匀煎炒上色后 用锅铲轻轻地按压虾头 使虾头里的虾油慢慢地流出 再放入我们切好的姜片和葱 继续翻炒一分钟 再倒入番茄酱继续翻炒一分钟 倒入料酒,加入适量的盐 继续翻炒一分钟 盖上盖子,盖成中火,温两分钟 两分钟后掀开盖子 盖成大火收汤,并翻炒 直到汤针变浓稠时,关火 放入盘子,再撒上一些香菜 香喷喷的油焖大虾就做好了 色泽油亮,肉质鲜嫩,入口香甜 喜欢我记得关注订阅吧 小美会定期教大家做美味佳肴 谢谢您的支持